歡迎收看超級大英家 我是帆英華 今天加群結束 表現得似乎不是很理想 因為昨天好不容易 站上了季線關卡 可是今天怎麼再度跌破呢 今天最後沒收盤的位置 來到了8340點 跌了78點 量的部分也比昨天稍微萎縮 830億 那麼大家說 今天跟台子期結算有關係嗎 故意壓得滴滴的嗎 到底是誰呢 誰在從中攪局 但是今天我們觀察到 盤面上還是有蠻強勢的一些個股 這些個股值得進一步的期待跟佈局嗎 我們趕快邀請到是 萬通國際投庫的總經理丁超 丁老師你好 依娃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丁老師 今天這個生計很厲害對不對 對 汽車零組件也是發威 太陽能今天表現也不錯 可是一些比較大型的 尤其是品蓋股 或者是大型的電子股 熱門的電子股 今天表現不是很好 他們指數的部分怎麼進一步解讀 你看昨天好不容易 大家說話往上跳了 結果想說應該會扶搖直上才對 今天又回到原點怎麼回事 我想 當然跟美國股市昨天沒有持續的 往上衝是有關係的 美國的道瓊斯 或者是美國四大指數 他昨天也是一樣 盤中一度高 尾盤打下來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跌身式的反彈 那最主要我跟昨天講過 下降月線最標準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台北股市的月線是往下走的 而且不是一天 已經是一兩個禮拜時間了 所以為什麼我在11月6號 那時候要把股票出清的原因在這裡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現在月線向下 跌升 8871跌到了這個 跌下來之後到昨天低點 應該說前天低點 8217點 他反彈 他是交代這一波600多點的下跌 交代完之後又有兩種情況 一種就是再破底 一種就是反覆的足底 兩種情況 那至於未來會走怎麼樣的方式 我們以後再說 先解決現在目前的問題 那月線向下 我們本來就昨天也跟各位講過 就是反彈之後 不管我在盤中連線 或者是我昨天前天 我都講同樣一句話 我說下降的月線 下降的月線 作為這一波反彈的反壓 蓋頭反壓 那下降月線現在是 移動到哪裡 8500 82.82 那明天會繼續往下移 因為他扣底值扣底高 扣底8600 所以他會一直往下移 昨天是8596點 那前天是8600多點 他會一直往下移動 那往下移動的話 他未來反彈的景限 就是8503 前一波8871點 前一波不是有一個8503嗎 那個地方到下降月線 蓋頭反壓 如果以指數來看的話 反彈的極限就到這裡 那昨天跟今天都沒有到這裡 那為什麼會先跌 當然就是跟台紙的結算 或有一點關係啦 或者是昨天還沒有 昨天沒有跌 我想也有一點關係啦 昨天應該要大跌才對 我本來是算昨天應該是要中錯 那為什麼會中錯 因為我講過啦 證所稅通過以後就是放空的時候 很多人講法跟我不一樣 我不認為是利多啦 因為利多在三個月以前已經反映了 證所稅要在昨天通過 我們在三個月以前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成年人嘛都有記憶嘛 已經反映了1668點了 從7200點跑到8800 就是反映證所稅要廢除的利多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定會廢除嘛 大家都知道啊 那怎麼會通過以後是利多呢 絕對不是利多 那主力在證所稅要通過以前的8871點 他就先落跑啦 不然的話為什麼前面會有600多點掉下來 就是我跑掉了啊 我們都知道啊 你也知道啊 那所以昨天的一個反彈是 我講過昨天的反彈跟證所稅是沒有關係的 我一直解釋這個 沒有人要聽耶 昨天的反彈是因為美國大漲啊 美國不是禮拜一飆漲200多點還不反彈啊 美國大漲台灣就一定會漲的 這是規定的耶 外資就會買超啊 昨天外資不是買超啊 外資就是跟著美國股市在做嘛 所以大家認為說禮拜一 禮拜一這幾天很亂嘛 禮拜一的台北股市不是開低嗎 很多人說委屈 說什麼法國什麼被恐怖攻擊事件掉下來 那個指數才會跌 我說不是這樣耶 我說禮拜一台北股市會開低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股市禮拜五中錯啊 禮拜五美國股市五點鐘 台北時間五點鐘收盤的時候 還沒有恐怖攻擊耶 你知道嗎 那美國禮拜五跌了兩百多點 跟恐怖攻擊沒有關係耶 所以不要拖一些責任啊 所以大家都講說因為恐怖攻擊事件 所以才整個禮拜一牙股才會跌 不是這樣啊 因為美國股市在禮拜一的 還沒開盤之前的白天 goldbacks就沒有跌了啊 只有跌一百多點哪哪就要跌 所以你一定要我跟各位講就是 如果說你把真相弄清楚明白 你不會困擾對這個大盤不會困擾 我跟各位一再建議說你做股票不要政治 不要跟政治扯在一起 你越是政治越是關心政治你越會做錯 像我都不管我只管棒球 對不對我就跟你講我就不管那個東西 我們做股票是做技術面 對不對 那我們跟各位講的是一個大盤 不是講個別股 個別股啊 有些股票它是沒有在跌的啊 趨勢是一直往上在動的對不對 他不會管大盤 其實很多啊 像剛才易华也跟各位談到 就很多生技股啊 你看像剩1137的這個 1137這檔股票 立豐 立豐他有跌過 他有管大盤嗎 還有6452前一陣子 那個F康有 他有管過大盤嗎 還有1174的浩鼎 他有管過大盤 又創高耶 對 他們有一個特性就是什麼 做引擎遠鏡嘛 他從200多塊跑到現在600多了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他 他慢慢漲而且量很少 很少人在玩對不對 可是他是不是一個多頭 一個趨勢 所以他不會跟大盤有關係嘛 那基本上跟大盤沒有關係的股票 都是中小型股 我不是說高價股不高價股 股本比較小的 那股本比較大的股票 他跟大盤一定有關係 例如像2354的紅准 我們看一下紅准 很多人很喜歡紅准 你看紅准長什麼樣子 投資朋友 如果說你今天學會了變形三線八塊點 我請問一下 紅准從98塊3掉下來 他有出現一次的買點嗎 我們有時候看節目是不是要學習 我們現在不要講紅准好不好 EPS多少賺多少 我現在不討論那個東西 我覺得他賺多少錢 那個都是其次 那個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是一個技術面 紅准的趨勢是不是往下走 他哪有一天出現買點 沒有嘛 他是一個空投 那空投跌下來以後 你認為說跌升了你去買 什麼叫跌升了 跌升了是你自己的感覺嘛 投資朋友自己的感覺 你認為跌升就是 你說了算嗎 不是你說了算 是市場說了算 什麼叫跌升呢 我不懂 所以丁超不是一個 一直跟各位講說 股票不會因為 不可以因為股票的價格 跌了很多 你就去買進 不可以這樣子 也不可以因為他漲了太多 而不買進 漲越多越要買 老師你怎麼這樣講 我就是這樣講 如果你的觀念不改過來 你不會賺錢 有些人喜歡買創新高的股票 追高 追高是對的啊 怎麼會錯 什麼叫追高 我不懂耶 這個追高這句話什麼發明的 號頂300塊 相對250塊叫追高啊 300大於200 那你買300就追高嗎 那到400 400比300高啊 那你買400也錯嗎 叫追高嗎 那現在500啊 什麼叫追高 什麼叫沙滴 紅紙98掉到95塊 你把它賣掉 這個叫沙滴啦 沙滴錯嗎 如果你95塊沒有賣 現在70幾 95塊掉到90塊也要砍掉啊 沙滴啊 所以大家了解了 原來技術面是最偉大的 我跟各位講就是這樣子 現在的太陽能股 跟生技股 形成了OTC的一個主流 OTC你看 OTC的技術面 上櫃的指數技術面 它是在月線之上的 它月線不是往下走的 是往上走的 它是短多中多 大台北股市的大盤是短空中多 不一樣啊 長得不一樣 那最主要是有 生技股在扛著嘛 所以它這個主流一直存在的 只是說我們怎麼去切入這些股票 因為生技股它 生技股之前比較少 所以它大部分走勢會同向 但是現在未來來講不太會同向 因為太多檔了 已經有一兩百檔 生技股怎麼可能會同向 太陽能股比較有可能同向 因為太陽能股 畢竟只有二三十檔而已 那生技股 那你我講一個簡單就好了 你看電子股會不會同向 電子股這麼多檔 好幾百檔 它怎麼可能會大家都長得一樣 走勢都一樣 不可能嘛 因為他們太多了嘛 那未來生技股走勢也不會同向 那當然有一些股票 先由領頭羊漲上去之後 會有比價空間 而且整個人氣題材在這裡 那會形成一個主流在 因為有帶頭的股票在漲 那太陽能股也是一樣 太陽能股啊 這次壽核是還沒有帶頭 可是壽核的母公司國壽在帶頭 對不對 國壽嘛 國壽在這一波裡面整理 從十塊多 從十塊多然後漲到了 現在已經快逼近三十塊了 它經過一個整理之後 禮拜一開始放樣漲 我在這個 不管在盤中連線 或是我昨天前天 我都有談到這樣的股票 好那你說它漲很多了 什麼叫漲很多 你說它沒賺錢 投資朋友認為它沒有賺錢 是因為你看到股時候 你看到它的清末民初的時候 你看到明朝 清朝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未來 我已經講過 做股票你不能看過去 壽核當然過去它沒賺錢 不是壽核 國壽 可是它第三季已經賺了 已經開始賺錢了 第三季不是開始獲利了嗎 那知道的人 他在之前就已經開始佈取 他知道第三季要賺錢 可是我們不會知道 你怎麼可能會知道 報紙寫你才會知道 那明年它預估會賺兩塊多了吧 那看來報紙出來了 不是這樣嗎 所以股票的價格 它會技術裡面會先走 當你對於某一些事情不知道的時候 沒有公開的訊息 它在技術裡面會表彰出來 所以技術裡面是不是比較重要 當某一檔公司在未來可能要發生問題 或是可能會產生一些虧損 技術裡面早就已經表彰出來 所以我說技術裡面才是最重要 你現在相信了吧 好 我講這些 尤其你聽了下去 聽不下去 我跟各位講 昨天大盤不是島型環轉 那今天 今天掉下來 合情合理 我跟你講 所以現在指數來講低點 沒有破以前 這個指數在低點沒有跌破以前 大家不用很擔心 因為它的目標點還是要往下降的一個月線來挺進 但是我們不是說它會創新高 我絕對不是這樣講 我只是說我按照一個趨勢來講 跟各位講 它形態改變 但是短空沒改變 形態改變 島型環轉之後 今天開低走低之後 開低走低之後 它差一點點回補跳空缺口 差一點點回補了這個八千 應該是八千 兩百 好像八千三百多點的一個 三百一十二點的跳空缺口 應該是那個位置 就是禮拜一跟禮拜二的跳空缺口 你讓它回補以後 它一定會跌破 一定會灌破低點 所以這一次反彈之後 你要不要把股票賣掉 當然要賣掉 因為我是講大盤 我不是講個別股 因為個別股它太多檔 它跟大盤不見得有關係 但是百分之九十八十的股票 跟大盤是同向的 如果這個大盤反彈上去 力道受阻 美國也是一樣 它會再殺下去的 它會再殺下去的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現在目前大盤還沒有要跌 是因為季線往上走 扣底低值 季線扣底低 所以它可以維持眾多趨勢 但是未來我不敢講 那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已經講過了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建議是可以 搶短做短多 可是能夠做多久 我不知道 我也跟各位講過 如果說這個大盤漲得太快 三天就會反彈結束 因為它直接拼到了八千六就game over 就沒得玩了 它如果慢慢來慢慢來 時間混久一點 也許時間波可以反彈兩個禮拜 但是你千萬不要每天都大漲 像昨天這樣每天漲一百多點 那三天就到了 就開始要放空了 那它慢慢來慢慢來 它只要沒有跌破低點 它還是一個反彈坡 那反彈坡的話會出標股 那大型的股票不容易漲 因為它是一個整米盤 台積電啦 紅海啦 紅准啦 大力光啦 連發科 這個就不容易漲 你看連發科 講到連發科 我不是在 我有時候沒有再重複一下 你還 可能你還還蠻健忘的 我跟各位講 我們把股票出清在這裡 你看十一月六號 在這邊出掉的時候 連發科是多少 三百多塊 大力光是兩千九百多 各位 各位朋友你知道嗎 我不是公開操作給你看 我說連發科 我們兩百五不到買進 拼到三百多出掉 就沒有再買啦 現在掉到兩百五十幾的 你如果沒有賣掉 不是又回到 白搭了嗎 那大力光電影是一樣 買上去之後 兩百四兩百 兩千四百四十塊 兩千四百五十塊 上去五百塊 如果你沒有賣 不是又白搭了嗎 現在不是又在混了嗎 所以做股票你說 到底要怎麼做 投資朋友如果說你要做長線 擺個好幾年 做個波段上去 我們不是說反對 你至少你要按照基礎 你的股票是不是強勢股 你才可以保留 否則的話大部分的股票 都會受到大盤的影響 而且如果這個大盤 萬一再破底的話 有一些漲多的股票 它還是會回檔的 這是規定的 沒有股票會漲到天上去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就是 你要重點就是要把握好 行情絕對不等待 除非你夠快 要非常的積極操作 我們先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好 等一下還有更多的個股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萬通國際 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 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賣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萬通國際 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黑鹽酸痛水性貼布 永遠新來的好夥伴 用心要拼 這不是城市 這是探險之旅 這不是險族 這是樂趣所在 這不是道路 這是前進自由的方向 奧迪Q3 駕馭框架外的精彩 Q33是TFSI 十九萬配備 免費升級 進化科技 定義未來 黑鹽酸痛水性貼布 永遠新來的好夥伴 用心要拼 天生涼商機 威力 不可小心 除了剛才的新聞嗎 來到這裡 愛看七次就看星星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拿起手機 啊 明星賣萌大吉房 顯得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只是個小人物 You can't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蹤最新的巨型發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三比 海軍一家消息 先上網搜尋 三比新聞王 高雄日盛旗艦門市 星光閃耀中年慶 星光來店裡 網品餐券 同版價88元 現場大發送 同配率EasyGo 一萬九千方 豐盛滿滿滿 滿額增 單比消費滿八萬 送八千 11月16到25 日盛國際精品 一流的眼光 成就一線的地位 Evaco Daily 三頓半 不只是市場唯一 超越日系 品質配備 更是第一 現在購車想二十萬現金折價 再送超過兩萬台速加油券 即刻入主 晉升一線商場贏家 台語汽車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讓男性保健 事半功倍 添加多種營養精華 男性活力 保健首選 更榮獲瑞18名獎 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 自在無憂 快搜尋香蕉雄蕊 歡迎歡迎來到超級大贏家 現階段來說的話指數 震盪震盪 會出標股的 那麼在標股的部分 怎麼掌握 今天很多族群生計 太陽能 或是汽車零組件 這些族群值得期待嗎 當然 汽車零組件也是一組 你看那3552的同志 已經到300了 同志到300了 5288 那個叫什麼 5288那黨叫什麼 風翔 風翔你看 怎麼跑的 漲停板 對啊 你看了是不是很羨慕 那他們有個特性 是不是都是多頭 好 那不用去羨慕這種東西 你做得到的 如果不敢追高 不是你的錯 因為你沒有接受到訓練 你會怕你都喜歡買那個 跌下來買 買年發又套勞 買年發又套勞 你就要不要接了 接到手掌掌了 國平都不是用接的 你是在開玩笑 股票是要追高的 所以 現在接下來要買什麼股票呢 還是一樣不便宜這些 我認為不便宜這些 就是 生技股 太陽能股 以這個為主流 那如果說有誰跌下來 回撤 他就進入一個拐點 一個買點 對不對 我想啊 機會只會留給有勇氣的人 我一再強調說 你有沒有這勇氣我不知道 做股票不是用低階的啦 太陽能 我選出了一檔 我選出了一檔 準備要飆的啦 大盤 我已經講過了 進入整理 未來的就是反彈 要來挑戰下降月限 這有一檔 我當然先不要講這檔是誰啦 生技股我挑了一檔 一百多檔我們挑了這一檔 光通訊 光通訊 就是網路通訊股啦 網通的意思啦 就光通訊 世界LTE的 這個 我們挑這一檔 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夠快 我想一陣子時間裡面 我都會幫助各位 因為我不知道 你做得怎麼樣 你過得好不好 你不要亂買 你看 很多投資朋友看到消息裡面 就亂買 3265的什麼東西啊 台青科 不是說誰要併他 紫光要併他怎樣 你一買 飄飄飄飄飄 3265那個台青科 跌的跌得多慘 對不對 你看你亂買以後 就是這樣啊 很多投資朋友就很可愛 就是喜歡看報紙去做啊 你看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你看8201不是很無敵嗎 無敵也是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對股票總是要清楚一點 他到底在幹什麼嘛 他是不曉得幹什麼 你都不知道什麼 你就去買 那不是 說起來你也是滿天真的 對不對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他在幹什麼 然後現在太陽能 我們為什麼挑這一檔 這個會飆的啊 對不對 那升級股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嘛 這會飆的嘛 光通訊 這會飆的啊 你打電話到公司來 我免費給你 但是有個前提 你一定要買 我這次要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我不希望你拿到這三檔股票之後 你是看 你如果要看 以後我會講 你就看節目 鎖定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要買 你千萬不要打電話來 你明天就要買 要跟我一起買 你知道嗎 不是說你來幫我忙 是我們互相幫忙 我們把量做出來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但是我們把我們先進場 到時候再公開 就像我以前在公開股票給你看 你說我們也一樣 我昨天講了6456的這個FGIS 你看今天 表現比TPK強嘛 大盤今天這麼弱 他還是挺進 所以我們對他的看法沒有改變 我昨天解釋他解釋很久 也是一樣在145塊那天 我不是也把它除清掉 跟TPK那天同一天除清的 TPK要漲上去到107塊 我們不是說你搶反彈搶上去你就要拋了嗎 那你沒有賣的話 現在又回到原點 好那 我在講一檔股票就是 我昨天沒有講的 但是文明講過 就是不是說什麼東西都要講 因為會員也會罵啊 人家有繳錢耶 像這個股票 勉強把它講出來嘛 你看環球經 這昨天嘛 昨天買耶 昨天買 昨天沒漲耶 昨天這檔股票沒漲耶 今天漲半根耶 那我不是也跟各位介紹過嗎 環球經就是太陽能的最上游半導體 它是應用在物聯網 那不管是穿戴裝置 物聯網 為控制器 為基電 或者是感測器 未來來講都要應用到八寸晶圓嘛 都要用到八寸晶圓嘛 那他的母公司就是中美晶啊 都介紹過啦 那獲利獲利不用講啊 像這種股票就在走噴出嘛 它就是一個噴出階段 那你要利用量收的時候趕快切入 昨天就切入 今天又創新高 那創新高 為什麼沒有 今天沒有往上一直噴 那今天大盤走勢這麼差 它已經很勉強了好不好 你看這邊不是馬上賺 那我公開了兩檔 讓你知道嘛 環球經跟FGIS 那我們GIS是賣掉以後再接回了吧 沒有錯吧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講過了 不要亂做 你拿到這三檔股票 這三檔股票 你打電話到公司來 你現在就打 行情絕對不等待 一定會發動 機會只會給有勇氣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那個膽子 就是太陽能一檔 生技一檔 光通信一檔 總共就這三檔而已 沒有別的 你拿到以後 要記住我的話 要買 你聽到嗎 你如果要看什麼股票 不要打 浪費你的時間 以後你就會知道 標出來你就知道 我現在要求你說 你打電話來的時候 你一定 要買 你敢不敢買 如果你不敢買 你千萬不要打電話來 我已經講過 如果你沒有那個膽子 不要了 大家公明 那我跟你一起買 我帶你買 你先知道是什麼股票 明天就要買 也就是說 你要買 才打這通電話 才打這通電話 如果你不要買 不要打 我幫營業員做業績 我沒騙你 現在正所說 都已經廢除掉 你還不下單 你每天在看 營業員現在把他搖到你 你製造一點量 七八百億能像話嗎 台北股市不是要滾到一千五百億 的量嗎 要回到從前 正所說還 沒有課徵之前的成交量 大家要積極動起來 對不對 我不是一直講嗎 你前面十個月 你也沒賺錢 再兩個月就過年了 還有兩個月過年了 你賺多少 如果沒有賺 來拚這三檔 打電話到公司來 免費鎖取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今天在這期貨市場的籌碼裡面 外資是偏空操作三千多口 那麼在這個現貨市場 也賣超72.8億 怎麼來繼續解讀 後續行情呢 直於鎖定我們 感謝你收看 我們今天再會了 拜拜